仙丹汪汪,比扁丹更粗,更圆,更长,所以趁兄长,所以两头都尖而敲,有时还戴上铁头套,所以他一般站在阴暗的墙角,与灰尘尾巴,冷眼的看扁丹挑水搭的河凉,满头大汗,而当惊慌的道骨终于活得抬不起头来,他才拍拍挥,油滑的爬上父亲宽厚的双肩,宽厚起伏的山,竹枪的铁头在田里肆无忌惮, 痛快的插进刚刚收割的一捆捆道骨,阻浪一大捆,又说一大落,把父亲撤一淹没,嗨,大哥你看,那两捆如山的道骨为何自己在走,两捆如山的道骨自己会走,两捆如山的道骨自己似乎总是反复在走,如山的道骨,他们从层层提前出发,投进打鼓场,一次次成功的从签单上逃顶, 冲到草上脱身,一粒粒紧密哀密地倾进把凳,鼓动,不计,一遍遍地在远抱上晒太阳,赶小鸟,进鼓仓,直到父亲摸摸千单黑手而疲倦地喊,思问母亲,又四字叹,今年恐怕有千单,嗯,有千单,母亲接过千单,顺手放在门边, 现在,我们都吃饱了饭,T恤悠闲,聊得是天,也许千单还站在阴暗的墙角,与灰尘尾巴,住,千单,两头尖,用来挑东西,用的一种工具,类似于脸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